第九十三集 得罪起报 曾国藩每天早早起床 匆匆吃完早饭便来到操场 查看兵用操练 怕不懂军事训练 却也能看出这些仲田庄稼汉 队伍不齐走路步伐杂乱 除了身体强壮 根本没有军队的模样 心里很是着急 经过塔吉布和朱殿元的严格训练 十几天过去了 练勇竟然像模像样了 心里很是高兴 训练结束 他走上前给兵勇训话 极力赞扬塔吉布 勤于王室带兵有方 堪称湖南官兵表率 勉励永丁刻苦练习计计 方能到战场上杀敌立功 永丁多是庄家汉 在家吃苦惯了 根本不在乎操场上晒太阳淋雨 就盼着有朝一日有机会立功 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 曾国藩的训话 点燃了他们心底的希望 个个儿镜头十足 那些官兵却一个个心里叫苦 过了些天 湖南提督报起报 率三千鹿营官兵回到长沙 太平军撤出长沙后 朝廷命他听从钦差大臣向荣节制 他只得带着部队离开长沙 跟着向荣一路尾随 根本没有跟太平军打过一场仗 尽管如此 毕竟行程千里颇为辛苦 如今奉命防守长沙 抱起抱觉得 手下官兵该好好休整休整 刚回到长沙 清德就前来参拜 向他诉苦 说塔其部投靠曾国藩 帮他训练永丁也就罢了 居然命鹿营官兵 在酷暑中操练 不少将士重属病倒 大家敢怒不敢言 求军门大人给兄弟们做主 抱起抱一听冒了火 荒唐 当将领的要爱兵如子 士族才肯用命 曾国藩虐待士族 塔其部好歹也是当都市的人 怎么也跟着曾国藩罢满 清德却趁机说 军门有所不知 曾国藩拉拢塔其部 提拔他当中军参将了 抱起抱拍案而起 参将算什么 我是提督 湖南鹿营将士 都得听我的号令 剩下酷暑的 更要爱惜士兵养精蓄锐 不许到操场上折腾 若敢违背 先打武士军棍 有抱起抱称要 清德洋洋得意 便令部下不再操练 那些鹿营兵啊 巴不得躲在军营歇息 个个眉开眼笑 第二天 塔其部又来叫他们去操练 清德高声说 塔其部 老子只听暴提督的 你这曾国藩的走狗 给我滚远点 手下官兵也跟着叫骂 塔其部气满胸膛 却不便发作 只得向曾国藩诉说 曾国藩安慰他 只听苏东坡刘侯论中说 天下有大勇者 粗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金太平军 有回扑长沙之势 防守长沙责任重大 正需要有大勇大志的人担当 清德无之莽夫 我已上折参合 你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我的心思 一如既往 好好地训练永定 经这么一说 塔其部豁然开朗 又回到操场上 继续训练 先锋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巡抚衙门 收到快马送来的上誉 塔其部着赏副将贤 朱殿元以守备补用 先换顶带 以示奖励 同时送来另一道上誉 曾国藩奏请将兴丹安逸 不理营物之副将 革职论罪一辙 清德着革职拿问 教张亮基 骆炳章训名 定你巨奏 骆炳章 把曾国藩请来 一起商量 立即派人将塔其部 与朱殿元叫来 称赞两人 克尽职守 当场换了鼎带 以示奖励 两人磕头谢恩 满心欢喜告辞 到操场上 训练永丁去了 曾国藩心思缜密 立即给胡广总督 张亮基写信 隶属清德 种种劣迹 请他从严诚挚 在处理清德的问题上 骆炳章 却颇为愁愁 清德是抱起抱的亲信 尚誉 命将清德 革职拿问 教张亮基 与自己 殉名定你巨奏 但张亮基远在湖北 这得罪人的事情 就落到自己 一个人头上来了 沉吟扮赏 他终于有了主意 曾国藩 给张亮基的信寄出之后 便坐教到提督衙门 将两道上玉 给抱起抱 看他如何反应 玉旨将清德 革职 抱起抱 无话可说 但看到是曾国藩 参合 不由得怒从心起 骆宗称 他曾国藩 是帮办团练大臣 团练事务 当然由他说了算 但清德 是我辖下副将 他凭什么 管到我提督头上来了 我要向皇上上奏 搞他乐拳 扰乱军务 骆炳章 沉吟不语 这些日子 他也对曾国藩 越拳甘政 隐隐不满 但当初 参合清德的奏章 是自己与曾国藩 会显署名的 当然不能附和抱起抱 想到这里 他显出推心致富的神情 暴君们息怒 且听本府一言 本府来到长沙 也有些时日了 觉得曾笛生这人 办团练 还是极其认真的 言办土匪 肃清地方 颇有成效 皇上有御旨褒奖 他求知心切 虽然严苛了点 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皇上已有御旨 将清德革职 命张志军 于本府迅名俱奏 你若告他 皇上会怎么想 骆炳章不软不硬的一番话 尤其是抬出皇上御旨 抱起抱 不由的泄了气 他虽是揪揪武夫 也明白骆炳章的弦外之音 此时告曾国藩 只会触怒皇上 招致言辞训斥 将手中毛笔折断 气羞羞的说 不告也罢 只是 这口气着实难言 骆炳章久在官场 明白曾国藩 虽是帮办团练大臣 但他雄心勃勃 数千炼勇 已经形成了强大实力 大有与自己这个巡抚 平起平坐的势头 抱起抱 这个提督啊 名义上归巡抚节制 实际上受总督调遣 自己这个巡抚管不了他 可偏偏自己现在必须依靠他们 保住长沙 如何才能驾驭两人 骆炳章伤透了脑筋 如今清德被革职 抱起抱对曾国藩 心怀怨恨 正好利而用之 让他们两人互相牵制 达到都听从自己指挥的目的 想到这里 骆炳章亲切的说 抱军们 皇上严命防堵太平军 此事全仗你了 至于倾诉地方 还得由曾笛生的团练 咱们都是替皇上办差 务必同心协力 治理湖南 若因清德这点小事 伤了和气 一物防堵太平军的大事 就难辞其咎了 你是提督 不妨给张志军去信 就说清德守城有功 可将功折罪 听张志军定夺吧 说到这个份上 抱起抱只得拱手称谢 出了大营 骆炳章脸上浮出笑容 转眼到了咸丰四年七月初 曾国藩细细考虑 省城有四千炼勇 抱起抱又率领三千鹿营官兵 回到长沙驻扎 城防兵力总共七千余人 绷紧的心终于放下来 想当初 太平军包围长沙 攻打两月 城内兵勇也就八千而已 骆炳章 听从抱起抱 驱民围兵的计划 军民昼夜防守 太平军最终退走 现如今 省城又有七千兵勇 何惧太平军回扑 更重要的是 太平军大军聚集江宁 虽派出兵马进犯江西 江中元与江西官兵 以将其击退 江中元非西求援 自己立即与骆炳章筹划 派出三千六百咏丁增援江西 不日 给予江中元会合 增添了生力军 以江中元百战百胜之能 必定能打败太平军 至少也能将之堵塞在江西境内 一时不必担心 太平军回扑长沙 防堵大计落实 曾国藩才有心思来考虑家事 一想到家事 曾国藩心里 不由地生出悲凉之感 五月初三 欧阳夫人携儿女 从京师千里回家 路过长沙 内兄欧阳秉全随行 一家人分别一年多了 理应安排住下 好好续谈 因土匪风起 事态紧急 只让他们住了一晚 便打发回乡乡去了 还有 六月十二 是母亲江老夫人的忌日 论理应该到母亲赞错的灵酒前 前程祭奠 也因事情繁多 没能回家去 想到这里 不由得黯然泪下 七月半是中元节 无论城乡 后辈都要隆重祭奠历代先祖 给逝去的仙人 焚化纸钱 趁着长沙安定 必须回荷叶堂去尽孝 于是来到巡抚衙门 向骆炳章告假 骆炳章动情地说 狄生兄 一中作孝 彼人赶佩之志 你尽管放心回去 给伯母 尽人子之孝 并请代彼人 问候伯父 又吩咐 奉上百两白银 给曾林书 做致敬之礼 曾国藩 一向不收礼 拱手婉拒 骆炳章说 这是私人给伯父的致敬 绝不会影响你侍郎公的情欲 只得收下了 回到审案局 向黄庭赞交代一番 下午便坐轿 赶回乡乡 回到和叶堂 拜见父亲叔父 曾国藩 才和欧阳夫人 及儿女见面 第二天 他带着国皇国华国权兄弟 命继泽 带着他的弟弟季红 一起来到下腰里 祭奠母亲 曾国藩在家里住了几天 向父亲叔父和兄弟 询问乡乡团恋的情况 国华嘴快 说罗山先生带走一千人 国宝带走五百人 乡乡县令朱孙怡 也带走一千多人 各都团 将近还有七八千的永丁 国权插嘴说 那些胆大的 盼望也能到省城去见见世面 胆小的却害怕打仗 人心不一 不好办事 国权说到打仗 曾国藩 莫得想起罗泽南 与郭松涛 率一千四百炼勇 从李陵入江西 增援去了 至今 还没有接到前方的消息 心里忐忑 直到半夜 才睡着 第二天清早起来 他便向父亲叔叔告别 嘱咐兄弟几个 和儿子 好好读书 坐轿 赶回长沙 到了审案局 黄庭赞便拿出两份军报 说江西前方传来不利的消息 曾国藩心里扑扑乱跳 强自镇定下来 拿过军报 细细端详 第一份军报说 江中书 增援大哥 新切 带着新招募的一千 新宁楚勇 从刘阳出发 一路急行军 赶到瑞州 忽然 遭遇了一股太平军 那些太平军人数不过数百 是派到前方侦查探路的 江中书带的雏勇 都是新招募的农夫山民 还来不及训练 便被带往江西 骤然欲敌 一下子就大半溃散 江中书心急如焚 带着残步 放缓速度 一边派亲信小头目 召集溃勇 好在他的雏勇 都是沾亲带故的 听到同伴呼唤 渐渐聚集拢来 小头目训诫他们 天下都知 楚勇是太平军的死对头 你们落到太平军手里 就只有死路一条 跟着队伍才有生路 不怕死的 才能正到顶带 那些溃勇也明白过来 跟着江中书前往南昌 看到第二份军报 说的是罗泽南 与夏亭岳郭松涛 带着1400相拥 于7月19日 顺利抵达南昌 三路援军及时赶到 江中元很高兴 知道郭松涛是个纯粹的书生 把他留在南昌 协助守城 派罗泽南与刘长佑 赴援吉安去了 江中书跟大哥江中元 征战数年 统代的楚勇尚 尚且在瑞州溃散 罗泽南带的人 能挺得住吗 这是湘湘勇 第一次出省作战 如若受挫失败 湘湘团练威信扫地 暴起暴等人 会对自己这个团练大臣 大肆攻劫 他越想越不安 关门静坐一个时辰 才渐渐平静下来 提笔给罗泽南 朱孙仪等人写信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